大家好,歡迎收看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Gion 所以今天我将会拍一个关于手机review的这个影片 为什么我会突然间想要做这台这个手机review的影片 是因为我在那种机缘巧合之下拿到了一台手机给我去review 这个手机到底是什么手机叻 我现在拿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这家就是 Nova 7 SE 5G 然后今天我将会用一个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它到底带给我讲词的一个经验 然后它的电池它的性能 会好过我现在正在录影的这家Nova 8没有叻 我就来看一下它到底这家电话跟我现在这家Nova 到底有什么差别还是 可能这家它的表现比我现在这家Nova 8还要好还是怎样 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所以我们来Q一个开箱的片段吧 Let's go 先声明哈 我不是那种专业的评测员哈 我只是乱乱拍 乱乱讲 OK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乱乱看一下它的盒子的外观啦 然后呢我们就拔开它的衣服 然后脱开它的衣服 看到它的机身啦 然后我们就把机身从袋子里抽出来 哇多么骚喜啊 你看这个背面 哎呦好骚啊 OK 看完了手机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这些gadget是什么 就是这些卡针啊 说明书啊 这个warranty卡啊 还有这个它原厂付的这个保护壳啦 软壳的 然后呢 剩下的就是这些type-c的cable啦 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然后这个插头 然后还有这个耳机 好的 这里就是全家福啦 全家福 好的 现在我们就让它开机啦 之前呢 有在这个MAX6那边呢 让它开机了 因为这个是前线机 所以要让它setting完了 看有没有问题才可以拿机啦 所以 已经在那边setting过好了 现在只是让它再开机给你们看 看它是怎样的啦 然后呢 那个333的那个应该是它的sensor来的 应该是 first impression 就是这个1080P LCD IPS的萤幕 就我感觉到非常的细腻 也因为可能它是挖孔屏 让它延伸的关系 所以让它看到那么的细腻啦 然后 系统方面呢 这个EMUI 10.1.1 跟这个Android 10的搭配了 感觉 操作起来就非常非常的顺手 也因为可能还新的关系啦 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顺手啦 差一点忘记做这件事情了啦 好的我们就进行这个换机仪式啦 我先进入华为的世界啦 再见啦 Noppa 只是暂时的再见啦 3 2 1 然后过后呢 我就把那些我经常用的app啦 Facebook啊 Instagram啊 WeChat啊 WhatsApp全部 订阅回来啦 有人就问了 嗯 如果你 用Samsung了嘛 Samsung Notepad嘛 对不对 我突然间换到去一个 这个华为 没有Google 只可以用它的AppGallery 我 会习惯嘛 我的答案是 一开始真的是 你会很 真的很banic 你不用去哪里下写东西 但是 你 用了 习惯了过后 其实 也还好啦 就是它的这个 AppGallery 还有这个它的PatterSearch 也就是它们的华为的browser 都可以去下载到 那些我们都会用的App啦 但是 这个AppGallery 它 有 它很多App都还没有在 这个AppGallery里面 开发 比如讲我 时常用的这个Facebook 这个Instagram啊 WhatsApp啊 WeChat都好 都没有在这个AppGallery里面 所以 我都是去掉它的PatterSearch 就是它的搜索里面 就是它的搜索里面 去 下载这个AppGallery 就 OK啦 还可以下载它的AppGallery 算不错啦 我觉得 应该也是蛮安全的啦 用到 现在 都没有什么问题啦 我还有一个很 经常碰到的App 就是YouTube 就 YouTube 这个会比较 头痛一点啦 就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用这个 YouTube Fans 第二个就是用这个 官方App 官方的YouTube 网站去看 这个 YouTubeFans 我有看人家 去用啦 我看到的例子 都是 有些成功 有些不成功 我去 自己实际用了过后 我的心得是 登录不了我的Google Account 它有 要你去 可以 下载一个MicroG的App 然后 搭配 这个YouTubeFans 的这个 App 才可以 进到你的 YouTube Account 但是 我用了过后 不是 一直在那边 转来转去 要不然就是 直接跟你讲 登录不了 直接登录不了 你的这个 Google Account 所以 对啦 我的现在 我的YouTube都是 没有用我的Google Account 就是 我想要看什么 我就去搜索罢了 然后 它就会 推荐我的 我影片 这样子啦 第二个的话 YouTube的 这个网页 版的话 当然啦 都讲是 Official的嘛 就顺利的登录我的 这个 YouTube Account 啦 但是 你要 习惯的一点 就是 它毕竟是 WebSite版的 就 没有做到像 这个 App版的 这样方便啦 就 你还是需要 习惯 习惯它的操作啦 它的这个 华为呢 它可以把这个 WebSite呢 直接放去你的 桌面 所以 如果你不想用YouTube Fans 你可以 直接 放进去你的桌面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的 点进去 就不用再搜索了 就方便了咯 好的 这样子 这个 App 登录完了过后呢 就是 接下来的日常使用啦 现在我用了 差不多 两个礼拜下来 其实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 然后 这个 UI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 顺 也跟以前的 这个 EM UI 比呢 是进步了非常非常的多的 尤其现在 这个 它的这个 这个 Site的这个 方式呢 我是特别的 喜欢的啦 有点做到好像 iPhone这样的感觉 这个 我觉得非常的 讚啦 尤其是我 当我要 要处理我的日常的 东西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 这样子做 就非常的方便啦 然后它的这个 动画呢 它的这个 退出跟进入 App的这个 画面 我是非常非常的 喜欢的 就让人家感觉到 哇非常的顺非常的顺 就我还蛮喜欢 现在的这个 EM UI啦 真的是进步了非常的多啦 然后在 喇叭方面呢 哇真的是 一流啊 虽然讲 到不到 非常的好 但是呢 就 还有那种 我不能这样子讲 就是 在我这家 Note 8 没有的东西 就是 它 我是感觉到 它的 机身的中部 在它的中间 那段 它是有那种 回馈感的 虽然不多 但是 我感觉到 真的是 蛮不错一点 我是很喜欢 它的喇叭 无论是 它的这个 这个听筒 这个喇叭呢 都是非常非常的大声的 这个 对于你要买 来给老人家用呢 或者是 年轻人用 我都觉得是 非常非常的适合的啦 好 好 好 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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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如果真的是重度使用的话,比如讲有玩游戏啊,PubG啊,王者啊 可能各一天都不是问题啦 那一天我就有机会去到Burkog那边,我就有进行了一整天的拍摄啦 这样子我又开着我的Hospot,分享给我的这家NOTBARK 这样子拍拍,录录一下整天下来 我从早上7点这样子我就开始录,录到我晚上也是差不多7-8点12个小时回到家 都还有剩一个四分之一的电,也差不多就是20几%的电啦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省电的啦 我要讲它的缺点啦,它的缺点我觉得蛮多的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有时候,我不懂是它的萤幕边边有缺陷还是什么 就是有时候我要用,我要录这个WhatsApp的Voice Message 就是我要按很多次我才可以抓到,然后我才可以成功的录到我的这个Voice Message 我不懂是我的角度不对还是力道不对 我有时候真的按了很多次我才可以录到这个Voice Message 这个是其中一个缺点啦,我自己个人发现到的啦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有的话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啦 还有这个应该都是千元机的通病啦,就是它的震动的回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弱的啦 还有就是它的UI 还有就是它的UI 吼 有这些这个Recommend的App的Folder 我这样子弄都弄不掉,就对于我这种要这种整洁的桌面的人来讲 然后真的是,哇,Beta很dislogic啊,真的是 看到我都,嗯嗯,gram啊 还有一个我觉得啦,不算是缺点啦,是个人习惯的问题 就是这个Data的符号,我觉得是蛮不明显啦 之后我不知道我有开了Data,然后我就用我的Data去看YouTube 你懂这种痛吗,小小个罢了 然后我每次开到我就看到不明显 就有时候我自己开到了我不知道,所以 对啦,这个应该是个人习惯的问题啦,不是一个缺点啦 我只是讲出来罢了啦 还有一点这个缺点啊,就是这个镜头的突起度啊 哇,真的是西北的翘哦 就是吼,翘到吼,连那个保护壳啊,我装上去了吼 放在桌子上面这样子用啊,它都可以变成翘翘版啦,你知道吗 虽然起伏不大,但是,哇 真的是,有时候我都怕我都会挂伤那个镜头啊,讲真的 现在就是这个环节啦,我们就是来谈谈一下它的这个 这个视力的镜头的表现,还有它的这个前镜头的表现到底是怎样的呢 到底,四颗镜头真的会比较厉害吗 因为它四个镜头之外,它还有这个AI的这个功能啦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相机的表现是怎样的啦 对于普通的这种日拍来讲啦,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表现的话,也是蛮我可以蛮接受的 它有这个AI的这个功能,你开启了它就会 automatic 帮我detect,这个就是这个绿叶的模式啦 所以它就帮我调色,调到这个最适合这些场景的颜色 然后拍出来的照片,基本上都是满满意的啦 现在的前镜机可以做到这样子是 best 如果你不想要用它的这个AI功能的话,你也是可以把它关掉的 就你可以自由的发挥啦 讲真的,它的这个拍照的表现啊,真的是很不错的 对于其他的对手来说,我没有用过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这架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啊 都是有一定的水准在的,甚至啊,可能会比这架 这架Nokbar还要好啦 日间的拍照,刚才已经给你们大家看了几个例子了啦 都是觉得,都觉得,非常的有质感啊 它的照片,甚至它的Quality啊,可以跟这些旗舰机来比了啦 所以我是觉得,best,它的拍照可行 这样子,我把它的照片夸到,哇,好像很好很好这样 这样子它的录影表现就这样,又是怎样的嘞 所以,接下来看到的片段啊,都是这个4,我的setting就是4K 然后30fps的setting之下去录影的 所以你看到的话,它基本上都是还蛮稳定的啦 就我不用用到我的stabilizer跟我的脚架 我只是需要用我的手,我的手啊,去拿着这个相机就可以了啦 就,你走路的步伐,你这样的走啊,它都不觉得有在抖动啊 就是感觉好像上了stabilizer这样,非常非常的稳啊 所以,它的录影表现呢,我就给大家看几个例子啦 讲到拍照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 它会自动帮你刷牌你的照片啊 啊,点下这个快门的那一刻,它就会自动帮你刷牌了 然后你点进去,你再自动调色一下 就让那个照片本来是比较暗一点的 然后就变到比较亮,比较好看这样子啦 OK,这样子讲完了日间的拍摄,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讲夜间的拍摄啦 所以,夜间的拍摄之下,肯定就比较逊色一点点啦 所以,我有拍了几个夜间的画面,你们就可以看一下啦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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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镜头讲完了,现在我们就来讲前镜头啦 所以这个前镜头的焦率呢,只有1080P的焦率能给你去选择罢了 还没有4K啦 但是这个1080P 我觉得也是足够用了的啦 毕竟你这样子拿着 也是拿着这样子 边走边路的情况下 它也是非常的稳的 还有它有内进这个 这个防守阵的这个setting 所以你这样子拿着 边走边路的情况下 都是也是非常的稳的啦 总归依据我是觉得 这架华为Nova 7 SE 对我给我的感觉来讲 是蛮不错的啦 毕竟这个价位1499 我是觉得还OK啦 只是你要接受得了 它没有这个Google Mobile Service的 这个缺点啦 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 这样子只能跟你say sorry啦 你要找另外 别的差不多一样的 价钱的这个手机啦 所以这架Nova 7 SE 对于那些真的很依赖Google的人来讲 真的是不适合你啦 但是撇开这个缺点之外 我是觉得它是真的 蛮不错的一家手机啦 如果真的你的 budget很有限的情况下 这架手机绝对是 你的选择来的啦 所以真的 它的好处其实 非常的多啦 1080P的荧幕 所以这个萤幕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然后四颗镜头 而且这个镜头都还蛮OK的 拍出来的照片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然后前镜头的表现也是蛮不错的 电池可能还新的关系 所以它是非常的省电 可能maybe一个两三年过后 它的情况是怎样 我们就让时间来证明一下啦 非常顺畅的UI 然后大容量6GB RAM 128GB ROM 所以对于一般使用来讲是非常的够用了的啦 好的这样子我的评测就到这里 差不多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啦 所以有什么我没有讲到的还是我有讲错的一些地方 请在下面留言纠正我啦 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 我只是一个乱乱讲的这个影片啦 我也没有仔细的去做功课 我只是不专业的拍 我想要讲的东西我讲出来 它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我讲出来就是了啦 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的去做功课啦 这样子好了 我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我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在我的影片下面按个赞 然后帮我分享这个影片出去 给大家更多人观看这个影片啦 然后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把那个小铃铛跟打下去 好了我是Gion 让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